办理档在这里 就把这个ZIP下载解压说 我是建议如果可以你就带个随身碟 把它存在你的随身碟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次上课都需要缴交作业 没有意外的话 所以我是建议你有地方存 如果你要存云端你方便就好 有的时候其实有个随身碟也蛮方便的 因为可以马上存 然后下载解压说之后 请各位待会开启的 就是上个礼拜那个练习 这个文字与字带函数里面的文字与字带函数 这个范例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其他我们相关的解答 其实会放在云端摆板下面 所以只要是有相关的范例 那就会有对应的一个解答 比如说文字与字带函数 那上个礼拜有用到REPT LEN MID函数 那这些如果可以的话 请各位就自己先把 那个相关的函数练习把它做出来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直接来看综合练习 OK 这个云端摆板资源 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你上个礼拜 假设问卷里面填的就是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程度好像 也不是说不好 就是说以前可能没有什么机会用到ESHEL 所以对ESHEL其实大部分是陌生的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你会跟不太上的话 你想预习 我讲过在五云端上面有那个教学论坛 有前两年的那个上课录影 OK 所以你也可以预习一下 那有那个2021跟2020的 你可以自行选择 要不要加 不过你要加的话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你的学号跟名字 OK 因为如果没有学号跟名字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你加 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 我们上课的同学 因为我这个 论坛是不公开的 OK 那理论上你把它点进去 假设你已经被加进来的话 那这边就会每次上课的内容 1到14 这边也1到14次 也就是每一次每一次会越来越困难 像第14次已经交到那个 下载网络资料 等于是爬虫部分 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这个按部就班 如果你担心说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也许可以选择自己再加进来 OK 如果家里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再跟我讲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打开这个练习题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请各位开启综合练习 如果我今天呢 我希望把这边的F栏到H栏 这边有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我希望把它变成像这样的一个手机号 它其实规则很容易 反正开头一定是09 0911 然后一个减的符号 3码一定是084 所以要补一个0 一个减号 这个7嘛 一定要3嘛 所以要补两个0 所以啊 当然不是叫你自己手动去填写 因为 这个Big Data 这个大数据 其实主要就是 所谓的大 大数据啊 其实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也就大了 也就是说现在 企业里面所产生的Data的量 非常的庞大 不适合用人工来 所以不是用人工来 怎么办 当然不外乎 就是你要想一个公式 可以快速完成 OK 所以不要涂法量 怎么样产生一个公式 底下有一些说明 请你用M的符号 加上REPD加LEN 把它产生一个公式 那我们上一半有提到 怎么样产生一个公式 第一步 请你把游标先放E4 那如果你要输入公式 一般习惯是在上面 有个叫资料编辑列 有没有这一列 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然后呢 一般习惯 你的公式开头就是等 等于 所以你先打个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要09开始 那09的话呢 特别是09 因为是0开头 所以不可能是数字 一定是文字 那文字的话 特别是一定是双文号开头 然后有没有 0 OK 那有双文号开头 一定有双文号结尾 所以结尾一下 好 那我们叫09 然后呢 AND什么呢 再串切 所以再加一个AND AND符号 就是串 串接什么 串接一个11 所以你就把油标点下F4 那就0911 那当然后面其实还有 可是你想说 我担心后面公式还没打 但是我怕会有 有没有问题 不知道 没关系 你可以先打勾 打勾的话就表示输入 有没有0911 OK 所以后面还有嘛 所以怎么样 再点它一下 再编辑 AND 然后后面应该什么 一个简号 所以再一个简号 双文号开 因为简号也是文字嘛 然后一个简号 放在双文号里面 但如果你不打 打勾就可以了 有没有 0911 然后再一个什么 再一个简单 再进去 AND 那这个难的地方 后面的话 我要084 可是我这边如果点84 它打勾会变成 有没有 不对啊 少一个0 那少一个0 你想说 老师我知道 我就在前面打一个0 然后再AND就可以了 有没有 AND 0 然后变成84 可是针对这一个 两个字都OK 但是如果你底下这个是三个字的话 会变成说 哇 它变成4嘛了 有没有 那有一些 如果一个字的话 那变两码 那不对 因为规则一定要三码 不足的话 补0 但是假设它已经三码 那就不补0 你不能说 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 主要关键是这个 补几个0 的问题 那补几个0怎么办 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底下的提示 REPTXLEN 那补几个0跟怎么关 跟这里面有几个字有关 也就是说这里面标准一定要三个字 如果不读三个字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两个字 那我就说 3-2 那不就等于一个字 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字的话 3-1个字 那补两个0 那补几个0 可以用REPT 那我怎么知道说 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那你可以用什么 用LEN OK 那假如说 我们有这个概念 可是要怎么样把公式做出来 OK 所以最难的地方应该是这里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要把刚刚的概念 所以我把刚刚的这个 AND的0把它delete掉 我把它恢复成0911 好了 那后面的话 补几个0 我就AND REPT 我要补0 OK 所以你刚才的REPT 我把公式直接打在这里好了 前刮壶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跳底下的提示 它会跟你讲说 那你要给我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 TES文字 那我要补几个0 所以你直接在这边打0 记得前后一定要双号 因为是TES 只要是TES 一定要是前后双号 特点 那LUMBERTIES TES是几次啊 那几次跟什么 跟这个里面有几个字有关 所以我用3就解决 点掉 里面有几个字 我用LEN LEN 全括号 然后算一下 LEN就是帮我算 算什么呢 算这个除水 所以我全括号之后 再点一下G4 它就会帮我算 G4里面有几个字 里面有几个字 两个字嘛 所以 3 点掉2 那就补几个0 就刚好补一个0 所以后括号自己的补一下 然后因为REPD有前括号 所以尾巴也要后括号 好 这个叙述就是说 刚我重复0 重复几次啊 用3去剪掉这里面有几个字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字 所以剪完之后 所以补一个0 打勾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补一个0 那把它向下填满好了 填满看一下 你会发现 所以如果两个字就补一个0 如果假如说是三个字 你会发现就不补0 有没有 这边补0 那表示规则OK了 那OK之后的话 可是问题 后面只有补 那怎么把84补上去 很简单 AND 再把这个84再点 G4点一下 那么AND的趋势 打勾 填满 084 向下填满看看 对比之后 向下填满 就是点那个 那个一字右下角 这边有个叫空点 空点快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它填满到底 那填满的公式 就会跟我们现在储存格一样 有点像复制公式到底下的意思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那H4怎么做 其实H4 它的规则 跟这个趋势很像 有没有 其实就是把它补在这里 一样是三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怎么 把K串公式 AND减号 有没有 其实说K串 然后再复制到后面去 把它复制到后面去 那把G4怎么样 改成H4 那不就OK 所以特别是如果你做完 G4之后呢 再点一下H4 它会帮我盖过去 盖过去 好 所以其实后面这一段公式 跟前一段公式 基本上长一模一样 只有把G4换成H4 打个勾看看 打勾 OK OK好 那你会发现 下面的公式快点两下 那这样子的话 很快 我们就把 这个手机的串接结果 就做出来了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 比较难的应该是 AND G4的IPT 然后这个LEN这个地方 如果假设这一串公式 你一下子记不太起来 云端白板其实也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我记得在云端版里面找到第三页 这边有个第三页 这边卷轴 这边其实就有我刚刚打的这一串公式 一模一样的公式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公式 先做出来看看 其实现在职场上 要你做的 就是能够很快的看懂 到底你这一个 卒成哥里面需要什么样的结果 快速把公式产生 的能力 OK 也就是说 你第一个 当然要对公式输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 要很熟悉 某个问题 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快速解决 所以你一定要对函数 是非常熟练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办 假如说你这一串公式打不出来 土法链钢吗 那不得了 每次都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笔 你怎么土法链钢 所以其实现在 大部分 还是有人 是把 综合练习 把第一个 REPT 加里留1N 就上个以外 想的这两个函数 加上串接 把它先试着做做看 OK 这个是最后的结果